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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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來告他第一個呢 借事勒索金錢 就是台電的通銷電廠已經完工了 但是需要用高壓電塔 把電輸送出來 但是因為整個高壓電塔 設置在苗栗線境內 那劉正宏就跟台電 勒索十億元 如果不給十億元 他們就不放行 所以現在呢他就都故意用人力不足的理由 讓地震機關都 都不可以配合 用站坊辦理 就是沒有拿到十億元他就不可以放行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苗栗高鐵特定區的部分 為什麼別人的房子拆光他家可以保留 然後親友的 底價地鐵都可以抽籤 抽籤抽在周邊 那這裡面是不是有一些不法 阻力自己親友的行為 我們信特政組一併都要偵查辦 那 當然其他的部分 包含說 他做了這幾年裡面 他身邊的那些官員 有那麼多人 包括苗栗 地震事務所的主任 環保局的科長 他的司機一再的都有各種名義 都被認為是自殺 但是家屬都覺得疑點叢叢 這部分我們也請替登 那個特政組要一併的偵辦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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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